您的急事 难事 烦心事都解决了吗 这里是央视热化和人民网领导留言版 联合推出的解决了吗 2020年年初 湖北的疫情牵动人心 但是全国上下 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打赢了这场疫情阻击战 那今天呢 我们就回顾一下这里面的感人故事 和动人瞬间 1月22日在武汉封城前 吴先生带女儿从武汉 回老家湖北鄂州去了 当时他想 哎呀 走得可真及时 真明智 可是没过几天 他还是后悔了 到处跟人打听 怎么能带女儿再回到武汉去呀 吴大哥是湖北鄂州人 他正陪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悠悠 在武汉做化疗 听说武汉要封城 他抢在封城前一天 办理了出院手续 刚回到鄂州没多长时间 吴大哥就后悔了 我现在能不能去武汉呢 像这样还要关火酒吧 在家里 那能不能到武汉去呀 当时湖北疫情正严重 各处都封闭 他想带着女儿回武汉 继续治病 可根本走过来 这人没多少了吧 郭航 看一下来 家里面都没菜了 妈 我现在总办了 现在万劳疫情 那么严重 我们又不让出国去 你没干嘛办呀 这个 好在吃完 村干部就把肉和蔬菜 送上了门 家里送给你困难 村里给你送点菜啊 鸡蛋 还有点肉 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好 你们就放在那里吧 虾要毒再拿进去 吃喝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还有一件 比吃喝还重要的事 没有着落 孩子出院之前 就是医生交代 每隔三天 必须要给孩子 检测一次血肠规 为了治疗白血病 悠悠已经做了 11次化疗了 化疗结束后 每隔三天 都要做一次血肠规 监测身体情况 因为孩子刚出院 免疫率特别低 我们想一想 我们也不敢带着孩子 去医院了 那万一染上了 新冠病毒 又是一个要命的事情 村里给吴大哥 开了一张通行证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吴大哥决定 自己给女儿裁鞋 然后送到镇卫生院 去检测 等一下 等一下 来把鱼医擦一下 我去 我怕你没下鱼 擦这个干嘛 就是擦到起码有点防复 不要碰医院里面的东西 知道 知道 尽少做到临街处 路上慢一点 路上注意安全 走慢一点 吴大哥这一番辛苦 算是白费了 一来是血量太少 二来 血也凝固了 而且镇卫生院规定 不允许自己裁血送钱 吴大哥白跑了一趟 医生说这样不行 不能这样搞 非得把医生搞回去吧 不能自己裁血 又不敢让孩子去医院 这可怎么办呢 镇卫生院考虑到孩子特殊情况 决定开达一条绿色通道 故事在车里给悠悠采血 那个血量规计 结果出来之后 我就赶紧发给了主治医生 医生看了一下 已经到了危机值了 出现危机值 就意味着悠悠已经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了 必须马上治疗 吴大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必须要马上打一种针 人体 粒细胞 刺激因子 像证卫生院 问了他那里不可能有这种被这种药 吴大哥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悠悠去鄂州全市找医院找药 出生去干嘛 感觉像过五官 早就这样的那种感觉似的 路上骑马哟 七八个卡点 好 结果身上可以放营了 一路狂奔到鄂州那边去 还没等我进医院的大门 他里面就有两个工作人员过来了 他把我拦住了 他说这个医院现在已经被证用了 就里面住的全部是新冠病人 吴大哥从下午找到晚上也没有找到医院 而此时悠悠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怎么办了 这几条医院都找完了都找不到药 药我不让进 进去也找不到药 现在天都已经黑了 你看怎么搞 五行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厄州市富佑试试了 后来一想 厄州市富佑应该不会被隔离吧 那大过年的 这不管什么时间都会有人生小孩吧 我就想一下 去那里碰一下运气 吃了这个药 吃了 吃了 打完针以后 悠悠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 但是吴大哥悬着的心还是放不下 因为悠悠第十二次化疗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如果错过这次化疗 悠悠很可能就危在旦夕了 可悠悠的化疗 一直都是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做的 现在武汉回不去 悠悠的治疗不是要中断了吗 都赖你 非要说提前抽烟 这现在搞得马上上了 拿着药品还不知道怎么搞 去武汉也去不成 早知道还不容易留在武汉 你说话 你说话呀 当时说话呀 我老婆情绪基本上都已经崩溃了 后来没办法 然后我们就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组织一生 跟他们联系了 因为武汉封城了 俄州也封城了 你根本就去不了 吴大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无意当中发现了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 吴大哥就想试一试 第二天立马就有他们有电话打过来了 村里面的领导和这里面的领导 到家里面来之后 就跟我们商量之后 去武汉患疗肯定不切实际 经过多方联系 最终跟厄冈医院取得了联系 由厄冈医院来收治吴大哥的女儿 并确定了治疗方案 因为当时的特殊的环境 因为是封城 宝宝们都去不了武汉 所以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想 有一个宝宝能够有一个治疗的地方 医院是找到了 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厄冈医院缺少做化疗的药物 他们当时是 石教授跟我说的是 他们在医院里做了一个沟通 做了一个沟通之后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同意把药物开出了医院 药物开出了医院之后 谁拿药啊 因为现在人封城呢 经过多方联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协调志愿者 把药送到武汉高速收费站 村里面协调了一辆物资运输车 运送药品至厄州高速收费站 最后交给厄冈医院的救护车 送到医院 预计的这个药物是要到的 那么说这个前面的治疗 我们是已经上上去了 如果说当天的话 这个药物不到的话 第二天就要重新再做一遍 对孩子来送派呢 也是一种痛苦 你车到哪儿了 我在车门口等你 哦哦 我看你车了 叫医生吗 是的 好 这是要 好 那你没吗 对 好 谢谢 拜拜 特别感谢陈宁帮助过我们的所有的人 当时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 我叫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真的都不敢想象 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 15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中 排名第一位的是意外伤害 排名第二位的就是白血病 自同女儿得了白血病 无信任就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可是这一次求救 即便在疫情当中 却是一呼百应 化险为宜 让她觉得有这么多好心人在帮助 在关心 女儿的病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如今女孩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大夫说了 再做七次化疗 她痊愈的可能性高达80%以上 那我们就一起祝福小姑娘 一起等待着她痊愈的好消息 我们下期见